你好,今天我要祝贺你毕业了,我们的全年专栏薛兆峰的经济学课今天告一段落。 我们的专栏是在2017年2月20号开始上线的,截止到2018年2月19号,我们给你交付了丰富的课程内容。 专栏音频的总时长是195524秒,折合54.3小时,平均每个礼拜也就是一个小时出头。 有不少后来订阅的同学说,希望尽快地追赶课程的进度,其实如果你把咱们全年课程的内容当作一部电视连续剧来追的话,一天听10小时,也就一个礼拜就能追完了。 当然,听一遍不够,还要听两遍、三遍,但先听完一遍,了解全貌,建立信心,再回过头来,在具体的问题上细细地琢磨,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咱们专栏内容的文字总数是977400字,我们的出版团队也正在一遍一遍地仔细审教,计划把全年内容的文稿精华,出版上市,让你今后在任何时候要温习语音内容的同时,也有文字的材料可以参考。 回头点算一下,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全年课程提到了多达144位的经济学者,我们还精选了其中的28位,把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最重要的经济学洞察做成卡片,不知道你收集齐全了没有。 在全年课程当中,我们还提到了103本图书或者经济学论文。 我们的上课方式,虽然力求简单明了,生动活泼,但它所阐释的思想,是有深厚的根基的。 为了方便你对全年内容的温固之心,融汇贯通,我们从下半年开始,每个礼拜还为你编制了经济学词典,它是按照关键字分类,按关键字的首字拼音排序,以单据基本原理为词条,包括了解释、案例和一键直达等内容的知识纲要。 这个经济学词典总共收录了230个词条。 到全年课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从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和需要协调这四个维度,给全年的课程做了一个梳理。 我把每一讲当中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或者说那些你只要看到那句话就能够联想起整篇文章的句子,给你提炼出来,做成小卡片,你点击就能够一键直达原文,长按就可以保存或者收藏。 这最后四篇的内容清单,是你全年勤奋学习的汇总,特别值得你收藏和翻阅。 任何行之有效的学习过程,都是教和学相结合,教和学并重的。 你的收听、阅读、思考和留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都是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认知的过程。 我们全年所有用户的留言篇数,达到370137条,平均每天是1014条。 那些被精选的同学留言,将会跟我们全年课程内容一道,永远地放在那里,供同学们阅读、参考、比较和衡量。 我们全年专栏的订阅用户数,达到了240772个,当然它还将继续增长下去。 这个规模的用户数,跟我们每一位同学自愿的分享、传播和推荐是分不开的。 我们全年的课程,每一讲分享被阅读的总数是3023901次。 我们平均每位同学都成功地给其他人推荐了12.5次的阅读。 当然,我明白,在这些精准的数据背后,更重要的是,你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你通过思考和运用,你留下了心得,你开阔了眼界,你提升了品位。 我把我知道的最好的经济学内容都放到这个专栏里了。 如果你也经过认真的学习,仔细的思考,以及习惯性的运用,那你也可以自豪地说,我学到了最漂亮的经济学。 回顾我们专栏全年的制作过程,那也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经历。 我强烈地感受到,我和得到的团队进入了一个无人区,尤其是说话方式的无人区和用户范围的无人区。 我们的专栏刚刚开始打磨的时候,我是计划把稿子写好,在麦克风前面逐字逐句地念的。 那一版的音频出来,当场就被得到APP的负责人曾杰老师否决了。 他说文字和语音要遵循不同的逻辑,语音的内容必须说出来。 结果他叫来了我的产品经理小贤,他们俩坐在我对面,就逼着我不看稿子跟他们说,说我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说得出来的话。 从此也就决定了我在专栏里的说话方式。 我在专栏里面的每一句,每一段,实际上都是对着麦克风的即时创作。 我在走进录音棚的时候,还不知道走出录音棚的时候当天那一讲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要重新录制,也做不回原样了。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我们进入了用户范围的无人区。 过去我的授课对象基本上都是考上北大的学生, 他们跨越了一定的门槛,教育背景都有比较高的同志性。 但在德道上面开专栏,用户范围就大不一样了。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投资人,有律师,有医生,有IT工程师,也有餐厅的服务员。 年龄的跨度也非常大,有退休的人士,也有跟随父母一起收听的青少年。 而在校园里,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他有责任在老师所讲的内容里面寻找亮点。 但是得到的用户却不一样,他们不打算做经济学家,他们每天只有十分钟。 而把知识的精华以能够理解的方式传送出去,是我的责任。 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让浅者不绝其深,让深者不绝其浅,这不容易。 正因为这样,我的课程用了许多生活中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往往都是有重要的学术论文做支撑的。 结果是,让浅者也看到了深刻的思想,而深者则看到了浅嫌的表达。 这是我在用户范围的无人区里做的一点尝试。 我特别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的全年专栏有几点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满足了广大人群当中不断求知的需求,不断求知的天性。 很多人说,我们迎来了知识付费的时代,迎来了碎片化学习的时代,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 为了求知而付费,从孔子的年代就开始了,哪怕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也还有被后人津津乐道,心向网之的西南联大。 二战以后,再挤满了欧洲难民的纽约。 犹太人一天辛苦工作之余,还能坚持去听讲座。 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年轻人为了弥补措施的学习机会,跑到夜校里,电视大学里,寒寿大学里面学习。 直到今天,求上进的人,不论年龄,不论职业,不论地理位置,仍然在接受好像NBA,EMBA这样的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或者是直接接受各种专题小模块的训练。 这些都是知识付费,这些都是碎片化的学习。 我们专栏的第二个意义,是它证明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其实也能够完成系统化的学习。 我们专栏要交付的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思维体系,它包括了核心原理的讲解,也包括了这些原理在个人,家庭,企业,乃至社会各种场景当中的具体应用。 有些人对碎片化的学习喜欢冷嘲热讽,在他们看来,好像非自己专业的内容,就不值得去关心,不是系统性的教科书或者论著,就不值得去阅读。 不能做到全脱产,心无旁骛,就没有必要去学习。 这样的求学态度,看起来好像高大上,其实很容易走向封闭,僵化,懒惰和麻木。 其实只要回过头,就能看清楚,正儿八经的学位教育只占教育当中一个很小的比例。 今天任何一个拙有成效的学术领域,其实都是过去一代一代的学者,不断进行跨界研究和探索的结果。 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他在专利局当职员的时候,用业余的碎片化时间完成的。 我们专栏的第三个意义,是尽力消除了知识的神秘感。 很多人在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时候,会对这门学问感到不明觉厉,也就是说虽然看不明白,但也还是觉得他很厉害。 但我和得到的团队都相信,好的知识就一定是能够被人理解的知识。 知识的深浅轻重,是以理解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的。 不同的场景,我们对知识的深度、广度的需求就不同。 我们的全年课程,既不是对现行经济学教科书的简化,也不是他们内容的打包。 它有许多内容,是在今天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当中找不到的。 我们这么设计课程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要交付的是一套地道的经济学思维体系,是一套能够跟现实相结合,能够运用的思维体系。 如果不能够清楚地表达,我们就没法理解。 如果不能够付诸现实当中的运用,那学了也没有意义。 一年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每一位订阅我们专栏的同学都应该读过专栏的发刊词。 今天,我推荐你再阅读一次这篇文章,对照一下你是不是学到了我们开始计划你要学到的内容。 在发刊词里,我说我要为你做六件事情。 第一,为你讲解不可能绕过的经济学核心概念。 对这些概念,我要比任何一本现行的教科书都要讲解得更深入,更详细,更实际和更有趣。 在我脑海里马上想到的是成本的概念,利息的概念,信息不对称的概念。 第二,我要帮你绕过可以绕过的经济学花招。 我不会让你去画包落线,去求影子价格,去解效用函数。 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善于解决这些数学难题的经济学家会用这些工具来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任何现实问题。 我很高兴,在这一年里,我没有拿这些东西来为难你。 第三,我要帮助你看到被人视而不见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企业、协会、家庭和政府。 我要帮助你理解他们内在的经济逻辑,从而启发你用同样的思维运用到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去。 而现在流行的绝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都只是把这些制度安排看作是没有内在结构的黑箱的。 第四,我要帮你构建经济学的思维体系。 我会通过大量的实际例子,甚至你意想不到的例子,用上经济学。 目的就是让你融会贯通,逐渐能够像呼吸、走路、游泳、骑车那样,自然而然地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对世界做出反应。 第五,是帮助你培养经济学的品位。 通过每天的思考题,周五的辩论题,我陪你一起学习怎么样衡量一种观点,看它的深浅、轻重。 我希望增长你的见识,加强你的自信,提高对理念的鉴赏水平。 第六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帮助你能够变得更加理性、悦纳和进取。 在整个课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区分开来,这一点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理性。 我们还强调,你要学会去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动不动就抱怨和指责。 这一点能让你变得更加悦纳。 我们还不断地强调,你要忘记那些所谓的均衡世界。 你要看到竞争的压力、创新的驱动、企业家的精神,是他们一次一次地打破了均衡的状态,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今天的财富。 这些内容能够让你变得更加进取。 一年的课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相信你会同意,可学的知识有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需求,自然也有不同的选择。 但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绕不开的一刻,你越早系统地学习,越早随时地运用,就越早能够变得更加理性、越纳和进取。 我祝贺你,通过一年勤奋的学习,你毕业了,但这只是经济学的第一堂入门课,后面深入的学习才刚刚开始,让我引用丘吉尔的名言来跟你共勉。 他说这不是结束,也不是结束的开始,只不过是开始的结束。 祝你学业进步,一切顺利。